即将登场的这个两韩的峰会来讲的话呢 对朝鲜半岛来讲 可以说是再一次的能够出现这个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 甚至走向一个永久和平的契机 所以的话呢两韩都有高度期待 大家都有高度期待 那至于他们双方最终是否能够签署和平条约呢 这个还有待观察 因为和平条约的意思是说 他们中战的协定四方 那就是两韩跟中美 所以的话假如只有他们两方就不能够签订 不能够达成这个四方共同签订和平条约 所以这个要可能要等到后面再签 但是他们可以说发表这个中战宣言 这个是一定做得到 或者是说他和平条约他们两方先签 但通常要签的话还是四方一起签 还是比较合得来的 那至于在未来来讲的话呢 这可是朝鲜半岛来讲的话 跟前两次不同的是 这一次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正面的机会 因为呢 不论是美国朝鲜这一次两方都非常大的这个意愿呢 要有突破性的进展 同样韩国也有非常高的期望 那当然中国也不在话下了 这四个主要的这个主角来讲的话 都是想要见到一个和平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对每个领导人来讲的话 就是他的一个业绩嘛 他的这个达到他前面的领导人 或者所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都能做得到 所以这些来讲 对金正恩是如此 对川普也是如此 还有当然习近平也是如此 这个文在寅也是一样 对川普也是一样的